近日,KEEP借七年魔咒再次引发话题 七年魔咒是指大部分组合将合约期限定为出道后的七年 因此,在七年后解散的情况较多 就算能避免解散,因为没有更新合约部分成员退队,也频繁发声 下面为大家介绍五个即将迎来七年魔咒的组合 Trust Trust是如今寒流人气最高的女子组合 不仅在国内,在日本也获得了十次日本唱片协会的白金认证 是名副其实的代表KEEP的传说组合 Trust是否全员续约,一直是粉丝们关心的问题 Seventeen Seventeen是PlayDisc娱乐旗下的13人男子组合 作为四只偶像,从各渠道编舞,YouTube内容计划,商标制作等都由他们自己负责 据悉,去年全体成员都续约了,那就期待他们之后的表现吧 MonsterX MonsterX是Starship旗下的6人男子组合 通过生存节目No Mercy诞生 除组合活动外,成员机简和周简还单独进行了活动 CLC CLC是Cube娱乐所属的5人女子组合 Pabin No Helicopter 等一直发挥着Go Crush的魅力 目前,程悠珍已经以Kabla的身份再次出道 孙去年11月与经纪公司的合约到期后,退出了组合 Apple Apple是DSP传媒所属的6人女子组合 以稚嫩清爽的印象出道 出道第二年就获得了第22届大亚民国影艺艺术奖新人奖 虽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但因为霸凌事件一直处于实际活动中断状态 爱都含射,每日解释我最新韩语,关点赞和订阅哦 MING PAO TORONTO